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学一个 在前几天上传的 阿董女士兄妹 IG道号影片中也出现过的 韩国最近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 Mosunirigo Mosunirigo是把Mosunirigo 什么式的福山方言Mosunirigo中的Irigo 以发音差不多的数字129代替的网络用语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 Mosunir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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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 本来这句话只是有一部分的网友们在使用 但是去年12月 在综艺节目《新测游记》中 韩国东使用了这个字幕后 开始变成了男女老少新闻综艺都使用的网络用语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 IG、Facebook、YouTube等地方 看到惊讶或者是傻眼新闻的时候留言 Mosunirigo 再或者是周围有韩国朋友的话 也可以故意在他们面前 假装看手机新闻后 自言自语的说 Mosunirigo 如果对方不知道这个网络用语的话 可能会以为你是跟福山人学了韩文 下个消息是 昨天妈妈母的所属公司RBW娱乐 发表收购了 Omega的所属公司WM娱乐70%的股份 正式列入为子公司了 RBW娱乐表示 RBW将透过与WM娱乐的合作 建立新的战略事业 正式准备进军全球市场 之后 WM娱乐也会像现在一样独自运营 所以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RBW娱乐才刚在上个月推出了 准备了三年多的新人女团 PurPurKiss 所以在这个收购后 WM娱乐原本在准备的新人女团 不知道会怎么样进行 至于I9之后回到所属公司的一切言 如果有RBW加上WM支援的话 就算不是组合 就是以Solo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成功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Quindom第一第二名的组合成为一家了 妈妈姆Omega都能维持原有风格的话 不管是收购也好 合并也好都没有关系 对精英管理没有关系 只是想看妈妈姆Omega的合作演唱会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担心 RBW好好支援妈妈姆 WONOS PURPURKISS就好了 干嘛要收购别的公司呢 虽然说WM会独自运营 但是不会不受到RBW影响的 对于RBW收购WM娱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Exo财婚不可以庆祝生日的理由 为了纪念4月12号财婚的生日 本司们本来是预定4月2号到12号 在所属公司的大楼以及电影院的周边街道 画上财婚的生日广告 但是这个日期刚好碰到4月7号 韩国首尔府山市长的选举 所以因为会涉及到选举法 就延弃了轻声广告 财婚的生日跟首尔市长选举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很有关系 Exo财婚的本名是吴财婚 而这次参选收尔市长并当选的候选人 名字也叫吴财婚 更何况 吴财婚市长所属的政党的象征色是红色 而Exo财婚的生日广告也是红红的 所以收尔市就通知粉丝团 可能会让市民们误认为是吴财婚候选人 这会涉及到非法选举运动 所以希望能在选举后再进行广告 财婚躺着中枪了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内容就是 Exo9周年快乐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